我認為的把握性其實是蠻高的 在第一球沒有進有點可惜 好,球給到阿明在籃下反攻,兩個拿到 第一戰,蘇偉跟凱諺兩個加起來20投0中 完全沒有feel goal 也是喔,為自己拉票了 這種兩段的出手,出手點比較高 一定要想辦法貼上去 蘇偉在籃底下,這個空檔蠻大的 那奧蒂這就是他的能力的喔 他在傳對戰方面有事是4比3領先 而且是對戰拿下的三連線,林蘇偉這個快攻 防守都來不及名的 哇,蘇偉被包夾吊球 現場一個多打少3打1的機會 身風極細的賴婷恩,好球 婷恩真的,在組織的部分非常出色喔 這一點點區域式的防守 不過奧蒂分數照樣看起來喔 國王隊應該是用外圍的攻擊來發動 進取裡面的攻擊會比較少一些些 是 強森被對位依舊投進了3分 防守奧蒂 兩邊節奏打得都很快了 就像紀念球季前面三次的交手一樣 哇,周桂宇回到前方馬上來自己 都是輸這種十幾二十分喔,太多了 對 而且那段時間幾乎都在第三節被對方給打爆 就必須找到中間有空的地方 想辦法來得分 好,這是陸玉士的好防守 搭配楊敬敏的歐洲步 暫停之後,凱燕也來到場上 三分線外 第一次輸手就進了 第一次輸手就進了 好,野獸發球線拋頭 哇,林志傑很少用拋頭啊 這球好 中途的選擇沒進 Lon Rebound 強森拿到 直接長傳前面林志傑 反攻再拿兩分 這個偷跑差一點 國王隊想要搶快又發生一個失誤 蘇偉,雙腳墊步進去了 桂宇 桂宇,第一次輸給曉夫 要來單打路易斯 繞過去散開 這個節奏在第一節 真的是雙北大戰過去的節奏啊 只要有空了就出手了 基本上凱燕就準備好了啦 一個真... 還好今天不是穿三槍牌 對 怎麼會這樣啊 楊敬敏終於啊 需要稍微穩住一下 去控制尺度 他現在對韋文誠 哇 文誠這邊上來的狀況 卻卻沒辦法 被Manyga來個... 對位會造成對方非常大的壓力 強森又掉球 這個高位對他的抵耐 再來一個快攻 這是國王隊的強項 團隊已經發生七個失誤了 進去一個missmatch 也被蘇士拳蓋鍋 強森再擠出空間 插板沒進 再抓哨音翔的N1 但這段時間有些低潮 這球送得有點危險 再給桂宇三分之外的機會 周桂宇第二顆 把外線投進 對 這是勇士上半場的第四個三分球 Manyga進去 已經被溫德擋出了很好的空間 對 尤其的是曉芙和賽瑟夫 一倍 哎呦 看他拿球覺得滿危險 對 停照跳出來救駕 對方 包括像是金塊隊 像這場比賽也要研究對方 傳球路線跟打法 是 林舒豪直接飛上去了 又是曉芙的失誤 失誤在他身上 好 整體來講 目前為止是國王隊想要的內容 講成中距離跳投空心命中 一共優勢 個子夠高 出手點也夠高 對 肯定是需要他 比較擔心是體能的問題 路易士勾進了兩分 今天有一點會比較麻煩的就是 Kennie Manico這一點 是要交給誰來打 好球 好球 外圍事宣 也前一個 曼琳高到進去得分 很短 國王隊真的把速度帶得非常快 對 林舒豪過了兩個人之後 再交給路易士 這個大哥 每一隊上工程師的前三場比賽 全部都停下來 這個是最佳劇本 對他們來講 好球 看起來勇士還是享受跟國王隊 他的重要性當然是絕對擺在那裡 溫德進去 哇 你看這段時間 國王隊一直在打對方的雙塔進去 對 重點真的就是勇士能不能夠把這個 空檔的球投進去 在出現投籃機會的時候 哇 蘇偉 單打賴婷恩 今天 看看這個 BOX ONE 賴婷恩就守住林蘇偉 然後讓另外四個人來打 楊靜敏的跳投 兩分 哇 這個難度高啊 沒有 籃底下 智傑 哇 老將搶到籃板 真的是拚啊 再塞進去給伊伊貝 這回塞進了 對 我覺得 阿米 翻身的跳投球 彈兩下沒進 再一波被奧地給駁進了 很辛苦 野獸趕快再把球給救進來 凱傑 這兩分要拿到 洪凱傑 第一下的三分球 關鍵中的關鍵 對 勇士的能量就是救命先單 對 回到個位數的差距了 剩下7秒之後 林蘇豪外線投進 哇 大號的三分球啊 所以這個人有多可 周姓在前幾季其實也 常常充當球隊的先發空位 一上來 Jet就飛起來了 哇 如果他真的能夠馬上進入到得分的行列的話 哎呀 這回交的冷水就是蘇豪 洪凱傑 最近連續兩波的防守見攻 轉身之後 勝籃啊 好球 延續他第二局的好球 蘇豪幾乎同樣的位置 再標一個勝分球 在那個時候 跳出來標一個三分線 真的是交冷水 預備 預備 邵一響 哇 裁判沒享受 這滿明顯的身體接觸 楊靜敏的上籃進 汪的團範來到第三次了 洪凱傑 洪凱傑 切傳 張宗憲這個Welton 沒把握 籃板球 洪凱傑 X印子 十分差的這個線裡面 現在差十二分 三二區 奧地在長身面前 空心球 他還是對他 繼續攻 宗憲 球交給強盛 空中 冠籃 之前 再給Ebay 殺進去偏偏 Ebay 再跳 把球給拿到 哎呀 這個反攻 還是沒有 宗憲 拋一個兩分進 宗憲 繼續來控球 這段時間用他打一號位 看起來是不錯的效果 宗憲一個後揚出球 空心命中 單捷六分 蘇豪又回來了 在包扎之後 回到場上 馬上得分 哇 今天蘇豪真的是厲害 哇 分別是國王百分之二十八 勇士百分之二十六 中間 這個差效 再把握住 彈球 攻在林蘇豪手上 Jeremy 轉移 Austin對外線有 崩掉了 67比58 中間 中間 又一個中距離機會 再把握住 張中間 真的成為X英子啊 這位強身 跟奧地的攻防 翻身的出手進 Chris Johnson 蘇豪跟奧地 打一個2man game 林蘇豪的三分外線 比不能勝 凱彥兩發都進之後 他的得分也來到雙位數 掌聲 過啦 時間爆扣 這個 路線預判的真精采 哎呦 這個全球 還好 凱傑接到 繞過籃頭 拉桿兩分 立了起起伏伏的賽季了 但是有一個健康的林蘇豪 勝過所有的事情 凱彥 中距離的打板友 犯規 不要無緣無故送對方上馬路線 特別是後衛群 好 KJ來了 今天打得非常出色 拿下14分 Many out 賽者夫需要隊友跟他打一個擋拆 好,在進去裡面接到球 勾射兩根 路易士 Slow pose 再轉移 蘇士軒再四出步腳 BAN 這是好消息 但是桂宇的腳感覺還是不太順 賽者夫這個轉身 運用了腳步 蘇士軒 飛馬槍 給曼玲高封中 跑進 難度是他要越 剩7秒鐘 開接 底線的出手 球沒彈進 他再抓到進攻籃板 給到中線罰球線後面出手 有 下半場的張宗憲 桂宇 三分線的同手 有 一隻腳 打掉 這個動作被干擾到 國防隊的快攻機會 三打一 地板球給到四關掌 哇,這個球你要肯定 蘇偉再 拿下這個籃板 蘇豪三分線了四步的接 下半場的林蘇豪 四個三分球 一個比 七分差 七個回馬槍 有點危險 再轉移 周桂宇 帶在elbow的位置 跳到空氣 三分 哇 現在勇士隊改一個 這個區域防守 改一個盯人防守 從區域改到盯人 哇 但這個漏得有點大 對 四關掌砍進了三分 這 是不是撞到的自己人 蘇豪 回來 這邊錄一次把不進的球給拖 蘇豪在後面控球 右邊切入 突然把節奏放慢 哇 擺脫了中線 對 攻擊的次數 給凱宴 你先上個名中 四天之內第三場比賽 的確 我跟你講 比門上面會比較吃虧 裁判 裁地 裁地是個勾天點 對 有拉到 籃 籃框 最後一分半 給進區強森 翻身扣進 關鍵絕對就在領出 三分線 強森沒進 籃底下 哇 之前有一個N1機會 不過 真的不影響 好 凱宴把第二球 髮金 101比95 國王隊 在先前的交戰 吞下三連半之後 今天 終於 在客場 在和平籃球館 從富邦的手中 拿下了這一勝 這一勝 這一勝呢 也讓富邦現在 晉級季後賽的機會 是更為渺茫 的確 在這場比賽 輸球之後 當然他們還剩下三場的賽事 只要能夠 然後把剩下兩場比賽拿下來 然後工程師不要前面的三場 是三勝零半 其實都還有機會 所以他們 要想辦法 拼最後一戰 天王山之戰 其實都還有機會 那當然也要肯定 這個新美國王 恭喜他們 在這場比賽拿下來之後 在季後賽的列車 應該就有位置了